宗 宗是宗旨 宗是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的 这讲修学方法 最重要的修学方法 最值得尊从的方法 十方祝福都散叹了 敬宗主要修学的方法 就是一项专念 宗有这三个意思 以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为宗 以弥陀 誓愿必胜之大愿为本 这两句话很重要 法菩提心一项专念 在这一部经里头 三辈往生 这一评里面 讲得清楚 三辈往生 一共有四段经文 上辈 上辈往生 中辈往生 下辈往生 末后一段 修学大臣 佛法的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家属修的功德 回向求生进度 都能往生 你看进度这个门多大 十周法师 在扩盘里面 把这一段 标了一个题目 叫一心三倍 标得好 那就把佛法全都包括进去了 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这要长讲 观无量寿经上 讲的菩提心 至尘心 至尘心 身心 回向法院心 经上说的 大臣起心论里面讲的菩提心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把金论和起来看 意思就很明显了 菩提心的体 也就菩提心是真心 真心的体是什么 就真诚 真诚到极处 像至尘 至尘性 其心论里面讲 执心 一丝毫 委屈都没有 那就是真诚 那么我们依照经论 取他的意思 神一丝毫 神一丝毫 不好讲 古代的解释 好善好得 神一丝毫 这么解释 神一丝毫 对自己的 大悲心是对别人的 慈悲对别人的 所以 我在二十多年 之前 讲这个金 我就用 无量受精神的 金体 清净 平等 真诚 这神仙 上面真诚 那是菩提心的体 清净 平等 真诚 是自受用 慈悲是他受用 用什么心对自己 清净 平等 用什么心对别人 大慈 大悲 这叫法菩提心 所以我们修行 修什么 就是修的心 我们心 清不清净 平不平等 清净 心是 极其戒律 平等 心是 成定 正确心 是智慧 戒定慧 那么我们 怎么学戒定慧 你就明白了 持戒 如果心不清净 你就戒别持了 修定 没有开智慧 那个定也别修了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所以持戒是手段 不是目的 是要达到禅定 就达到平等 平等 才是定 我们果然 清净心 得到了 给主说 这个散灾 水灾 就没有了 平等 心 现前 地震 就没有了 今天 有个同学 打了一篇资料 给我看 最近 大概不到 一个月 六级以上的地震 在全世界过地 有十几次 这么频繁 什么原因呢 六级以上的 都可怕 到八级的 觉悟了之后 风灾就没有了 愚痴是感 风灾 这个心要是真到平等了 这个地球温度就不会上升了 就会恢复正常了 所以佛教导我们 勤修 戒定会 熄灭 贪嗔痴 贪嗔痴 感应的 是灾难 是反常 戒定会 是正常 这叫发菩提心 一向 专业 一个方向 西方 一个目标 极乐世界 一个愿望 清净阿弥陀佛 我们这次就成功了 其他的是假的 光学多文 是不错 这来不及了 所以我常常劝一些同修 广学多文好 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 到那个地方去 头一个 我们得到一个条件 无量手啊 再多的东西 有的是时间的 这个地方 生命太短促了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浪费不起 而且在这个世界 而且在这个世界 智慧没开 学东西 学的不会圆满 一指半截 当中还犯很多错误 没有活平 所以要老师 要听话 佛教给我们 一下短促 是佛教的 这无量手经上经文了 宗 宗是宗旨 宗是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的 这件修学方法 最重要的修学方法 最值得尊从的方法 十方祝福都赞叹了 敬忠主要修学的方法 就是一项专业 终于这三个意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